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这些日子带领我们 进入这些系列的信息 主啊 我们谢谢你的话语 显明你对我们的爱 启示你对我们的经伦 是何等荣耀的地位 受造的人 神经伦的对象 是我们在这里蒙了你的恩 是你恩爱的对象 主啊 我们越来越在这里述说 我们越觉得你是何等的爱我们 哦 愿意把我们制作到 何等荣耀的地位 为了这一切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 主啊 代表我们真实能够珍惜 你在我们身上所有的花费 在我们身上所有的经营 主啊 叫我们真实能够做一个 哦 与你有好的配合 叫你所做的 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实践 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应应 甚至于在我们身上都能够彰显 都能够有真实的活出 祝福我们 谢谢你真实一片一片带领我们过来 末了这把六次的神谈 哦 六种的赦免 再上六种的得救 再一次来让我们认识 哦 让我们真知道如何 对待你每一句的话语 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因这信息蒙恩 奉主可爱的名 Amen 感谢主 我们终于完成了 我们这个全被真理了看的第一个系列 福音系列 在这个系列里面 弟兄姊妹 我们能够稍微回顾一下 所以今天把整个目录就分给大家了 大家可以稍微回顾一下 第一篇 第九篇 介绍宇宙中的第一位人物 就是我们的神 和神的说话 加上神来成为人 这一位人物 他是宇宙万有的主宰 开天辟地的神 自由 拥有 习在 今在 以后永在 而这位神 他有旨意 有计划 有经伦 这一切的旨意计划 都借着他的说话表明出来 不说话就是奥秘的神 说话就成为启示的神 不只他说话用文字说话 而且他还亲自口头说话 那就是必须他亲自来到我们的身间 他不只有著作让我们仰慕他 让我们认识他 他更亲自访问我们 让我们可以跟他签个名 地上的签名和的虚空 不过签在那个白纸黑字的本子上 而他竟然签名在我们的里面 保罗说他就刻印在我们的里面了 我们有个印章印到我们的里面 就是这位神把自己 说到我们的里面 所以九篇说到这位神 神的话和神来成为人 耶稣基督 这第一号人物用九篇 而第二号人物 就是神恩爱的对象 神经人的中心 到了上一篇信息 神与人的关系 总共有二十大项 神是创目造者 受管理者 我们是被管理者 一直达到神与人 能够立个生命的连结 性情的调和和人为合并的 新耶路撒冷 夫妻的关系 这是何等荣耀 但是开头的话 就是用那三篇说到人的奥秘 到底人是什么 人的家 第二号人物认识过后 就来到第三号人物 那是一个悲剧 那是宇宙的乱源 就是撒旦的由来 撒旦的工作 还有一篇 抵挡撒旦的秘诀 这个搭配 我觉得很有主的带领 九篇认识我们的神 三篇认识平凡的人 但是成为一介 不平凡的圣徒 这就是钱一凡 对不对啊 一凡弟兄 我们都是一介非凡的人 你我都借着神的救恩 我们成为非凡 我们成为圣徒 那么这个撒旦他破坏这三篇之后 我们又花了另外的多少篇呢 另外五篇 讲到撒旦破坏之后 整个人类是天下大乱 原因就是里面一小乱 天下一大乱 里面跟神的关系失去正确的情形了 外面天下就大乱了 所以就有五篇信息说到怎么样 第一人今天呢 就把不是神当神 是人又当鬼 等的关系 有一篇就说到神与人呢 这个或者说神要人 如何正确的对待我们的祖先 这是第十三篇 然后我们又来到了 我们又来到了 第七以后到二十篇 说到撒旦破坏以后 整个世界就完成要来大占人 叫人失去对神的胃口 和对神的追求 而有世界 有各种花花世界霸占你 有科学世界 文学世界 享受世界 更有宗教世界 所以就有几篇呢 专门讲印度教佛教等等的 我想那些都很有意思 再加上今天呢 是大大发展魂的潜力 今天人类都是用魂 都是很情绪化的人类 或者是理智化的人类 无论情绪化理智化 都是搞魂 而只有在教会中操练灵 操练身体益处还少 操练灵 凡事都有益处 有今生来生的应许 今生操练灵的人 认识我今天在这里活着 意义价值是什么 来生因着这个操练 我们就有来生的祝福 当然信主就已经有永生的盼望 二十篇呢 就把这些事情都解决了 那么最后十篇呢 我最喜欢 说到我们基督徒正常的情形 一个正确的信仰 这个信仰就是从开头来认识 什么叫做基督徒 什么叫做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 那一路爬到今天 现在呢 我们先来结束这一系列 最后结束在哪里呢 感谢主 我觉得很有主的带领 我们要看见基督徒基本信仰的第十篇 圣经中的六种审判 还有呢 六种色联 还有六种得救 这里主的话是严肃的 这里主的话也是恩典的 这里主的话更是荣耀盼望的 就这严肃说 神是公义的 神是圣洁的 神是信实的 而人是堕落的 人是失败的 人是被撒旦啊 摧残过的 以至于人是兵败如山倒 而神又是公义圣洁荣耀的 怎么办呢 荣耀的神对我们有旨意 有美意 巴不得把恩典都给我们 但人不配 怎么办呢 神是公义的 所以他要来审判 而圣经中启示的审判 刚好就有六种 很巧 那么审判的目的 慢慢你读进去 是因着爱 审判的目的 是为了把你挽回 这个审判的主要目的 不是让你永远灭亡 那是你不吃 用俗话了 敬酒才有罚酒 神啊 你认识这些审判 你会惊讶 原来背后的目的 就是爱 就像父母 对儿女是不是有一些管教啊 就是审判 对不对啊 这些管教到底出于什么 就是出于爱啊 所以有时候打在儿身啊 痛在良心嘛 一样打在神儿女身上 神何尝不因此而忧愁啊 所以保罗也是在管教 那个不听话的神的儿女的时候 他是战兵恐惧 李迪庸说这是一个曾经是罪人 来对付一个罪人 对不对呢 你以我的态度 要何等的严肃 何等的谦卑啊 这里面有太多细节了 但是无论怎样 我可以告诉李迪庸姐妹 关于审判 人是一听到审判 我们在座 今天我亲爱的李迪庸来了没有 他是检察官 那么他这个审判是很严肃的地方 那么你知道在审判官面前啊 不能嘻嘻哈哈的 他句句都要定准的 那是紧张时刻 但弟兄姊妹 等一下你看进去 六种审判 哇 第一个审判啦 就叫你我吃了定心丸啦 你我的坏 真是该死该灭亡 真是该受审判 该永远沉沦 那第一个审判就是怎样 圣经启示第一个审判 就是神亲自成为人 他来替我们担当人的审判 就像大火发生的时候 曾经有人发现 怎么样 等到大火过后 有一只鸡啊 在火堆里被找到 那只鸡完全barbecue死掉了 而这只鸡啊 竟然一掰开 掰开 底下六七只小鸡 十只小鸡 跑出来了 大家那是看的都动容 因为火灾啊 母鸡就把这些小鸡 包在自己里面 结果呢 母鸡烧烤成功 但是呢 儿女全部保命 你知道吗 神也做类似的事啊 神叫万 所有世人的罪 都怎么样 归在他身上 挂在他身上 他为我们担罪 让你我可以坦然无惧 来到神面前 这是审判的第一件 就是神成为人 替我们定十字架 解决了我们所有神 公义荣耀圣洁的要求 好 那等一会再进去 然后第二大项呢 说到赦免 赦免就是好事了 对不对 那这里就赦免就是看见 啊 神是如何赦免我们 那赦免之后 基督徒蒙赦免之后 还会搞怪 还会不乖 对不对 神还要来对付 对付的目的 还是为了至终 要赦免你 但这里有一个事情 很重要 神要你 也试着赦免 怎么讲 得罪你的人 这一点是一个 很重要的试经词 神今天白白赦免我们 神说 那你赦不赦免 得罪你的人呢 我就怕 在教会生活中 难免 我们彼此亲近 就会有摩擦 一有摩擦 有人的地方 就有难处 那基督徒应该有 最大的特点 满了赦免的灵 因为神赦免我们 我们欠神太多 而彼此相欠太少 但神完全赦免 而你却赦免了 还留一大堆尾巴 所以啊 这个很重要 这个啊 我们要看见 这个赦免的灵 神做榜样 我们要跟随 第三 说到什么呢 得救 想想看 审判 我们过关了 赦免我们也 有份了 然后呢 得救 哇 这个得救啊 又是把你啊 拯救 到底的得救 那些靠着信 进到他面前的人 他都能 拯救 到底 怎么到底法 等一下 我们就能够见分解啊 我真是觉得这一这一个一幅一幅的图画 让你我真是要低头敬拜 说主啊 我真是成了何等的人啊 但愿我懂得珍惜我所得着的 叫我成为真正蒙恩的人 好的 现在我们就来看啊 这个信息 那圣经中的六种审判 假 第一次用的这个啊 代号 假 我们来读读看 一起 圣经中 神对人的六种审判 神是宇宙的主长 拥有行政管理的权柄 照着他荣耀圣洁 公义施行他对魔鬼天使人的审判 其中对人的审判 共分六种 每种又分 时候地方审判者 受审者 根据和结局 你看 神啊 他是公义的 他是宇宙的主宰 他是行政管理的权柄拥有者 照样 他是照着他的荣耀圣洁公义施行他对魔鬼对天使对人类的审判 魔鬼天使事实上是一类都是属于灵的但是呢因为堕落有部分的天使成了魔鬼和邪灵等等 那神对他们也有审判 但奇妙的神把这个审判的事交给信徒 你我接受审判之后 我们以后要审判仇敌 所以啊 说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 所以你我要先面对审判的事 那底下说 神对人的审判 总共有六种 当然又分六项来说明 审判的地方 审判的时候 审判的审判者是谁 受审则是谁 然后根据什么 审判的结果是怎样 那么总共这里有六种审判 第一大典一直到第六大典 我们先把它看一下 到底有哪六种审判呢 第一种审判就是啊 十字架上主耶稣受的审判 就是耶稣基督定在十字架上 喊的一句成了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身担当我们的罪 这是第一个审判 这也是叫人类难有盼望的审判 有没有什么 当我们到一个地方 无论怎样 我们看到十字架 总有一种安全感 对不对 总有一种亲切感 不久以前 我们有六七十位弟兄姊妹 到东马访问 我们特别到了坐小船啊 到了这个 这个 这个Native 这个叫做一般族啊 原住民家 Home House 常乌 刚好他们过年 所以迎接我们 盛大欢迎 你知道一般族 从前那是砍人头的 我在这里讲过 对不对呢 他砍人头挂在那里 这次我们特别进去的博物馆 还数了一下 总共四十个人头 还挂在那里 那么你知道 现在呢 你就去了 觉得很安心 为什么一到村子 进去之前 就有一个大的木头十字架 摆在那里 我们一看到那个十字架 就很开心 你也不要太啊 有那种宗教排斥的意识 不要 有十字架 总比没有好 我们也知道 十字架挂在胸口 还不太够 总比背在身上好 在里面 里面的十字架 才能拯救你 但是外面有十字架 也不错 对不对呢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十字架 我们很开心 如果你看录影带 我们一些弟兄姊妹 就在唱了 那首诗歌 十字架 十字架 以为遇到的是蛮荒 结果呢 一看 哇 处处都有十字架 很多聚会的教堂 马上他们说 安心了 人头保住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 就代表盼望 第一个 我们所遇见的 就是十字架上的审判 带来何等的盼望 然后呢 第二种审判 叫什么 照会的审判 借着照会审判 犯罪的信徒 我们已经在神明前 就有审判了 但是不要以为基督徒 就可以啊 胡作非为了 早上犯罪 晚上认罪 不是这样 慢慢地去看见 神在这里 也有一种审判 叫照会的审判 那第三种呢 照会审判啊 是因为你太明显了 以至于可能成为 照会中的瘟疫 可能成为 那个污染源 所以需要受对付 但是呢 你犯那种都是可怕的罪 而且成为那种罪 犯罪的人 不肯改 不肯悔改 才要对付 这是很难的 很难得的 但是再接下去这种呢 不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但是却很搅扰人 这神就来管教的审判 比方说 你虽然没有犯什么大罪 像圣经所说的 拜偶像的 罪酒的 勒索的 奸淫的 没有 成为那种人 但是呢 你是个打太太的 是个家庭暴力的 你看这个也不太好吧 基督徒一天到来隔壁 K-0-0-0打来打去 这个也不是好见证 这时候啊 神就来管教 神就叫你啊 接受各种管教 有的做基督徒 做的糊与糊涂 神就会管教我们 这个是第三种审判 这个是第三种审判 你看这个好不好 都是神的爱 是不是呢 到第四种审判呢 这就是我们今天最要注意的 就是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 你我基督徒 将来神要和我们信徒总算账 你要认识这个 那第五第六种审判 盖过就行 那是对啊 所有信主以外的人 有一天是活着 主耶稣来的时候还活着的人 神要审判他们 还有一般是死了的人 历代以来 所有死了没有信主的人 主有另外一种审判 这叫六种审判 OK 那现在我们回来 看第一种 第一种就是定心丸了 你我有了这个 就有盼望了 就脱离了永远的灭亡 第一种的审判 我们来看看 它就是十字架上的审判 一起读 神在基督的十字架上 已经审判了人的罪 所以神才能赦免人 拯救人 神已经审判了 所以人的罪已经被洁净了 所以神就能够根据这个 来赦免人 来拯救人 不要忘了 当人堕落犯罪以后 马上触犯了神 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 就被从伊甸园里驱逐出境 就离开了生命树的道路 因为生命树就是预表这位三一神 要做我们永远的生命 他要把他永远生命 分刺到我们的里面 因着人堕落了 人就失去资格 不能再得永远生命的分刺 所以就用转动发火焰的剑 和基督伯来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基督伯预表神的荣耀 剑预表神的公义 火焰预表神的圣洁 这三样东西挡在生命树面前 换句话说 就叫人没有资格再享受生命树 但是奇妙的是 因为人触犯了神 公义圣洁荣耀的要求 但是当主耶稣为我们定十字架的时候 神就把所有人的罪面都归到他身上 他担当了我们的罪 除去了我们的不利 对不对呢 所有的羔羊 旧约时代所献的牛羊 不过能遮盖人的罪 所以我也深信 孔孟时代好多人祭天 他们也献上牛羊 当时没有凯猪公 杀猪公没有 都是上牛羊跟圣经很像 我相信在信心里献的 也能够蒙神的垂听 约伯就是个例子 约伯是跟亚伯拉罕同时代 并不是神的选民这一支 但他也是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一支 对不对呢 所以你只要在这个原则里献的 神都算数 你想想看 不过当时就用的牛羊 只能遮盖罪 把罪盖起来 到时候掀开还看得到 但是呢 主耶稣的宝血 看了神的羔羊 所有羔羊都是预表 这个羔羊才是真羔羊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悦的 这个羔羊的血可以除去 把它用得干干净净 真正的洗劫剂 这个就是主在那里为我们钉十字架所留的宝血 所以弟兄姊妹 你我要对主的宝血有深刻的认识 这是基础的信息里 宝血不能讲进去 到了生命信息的时候 生命系列是一定要认识宝血 不认识宝血的基督徒就不能够堂手挺胸 不认识宝血的基督徒不能够做得好 生命长进得好 不要多说 现在我们就看见 主耶稣定十字架 他就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圣洁的要求 荣耀的要求 所以在十字架上他就喊一句 成了 然后殿里的曼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神就为我们又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叫我们重新可以来到至圣所 来到神面前 也就是来到生命树面前 叫人又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 多好啊 今天我跟一帆弟兄一起吃饭 他的大老板就是我们所羡慕的比尔盖茲 我就给他提 比尔盖茲 一记者问他 他因为谈很多 我们真发觉这个人是不错的人 但是呢 可惜他对神的认识不多 记者问他 你人生如果三个愿望 你要什么 记得吧 第一个愿望 他要更多的时间 换句话说他要得生命 得多一点 但是主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 不止更多 是很多 不止很多 是超多 是永远的生命 并且得得更丰盛 第二 他说我要得智慧 感谢主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 神使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 公义 公义 圣洁 还有救赎 对不对呢 应该 你看见 救赎 公义 圣洁 救赎 你看见 神是我们的智慧 基督是我们的智慧 那第三 问他 还需要什么 他说我第三个愿望 第三个愿望 就是我需要有第四个愿望 那刚好就需要什么 需要纳灵 需要活水泉源 喝了这水还要再渴 你就看见 地上这一切 都没有办法 达到真正人生的目的 但主耶稣的十字架 让人恢复了 人真实的需要 为我们 裂开身体 流出血来 满足了神 那三大要求 流出水来 就流进了永远的生命 让我们从此以后 就恢复了 做神儿女的机会 成为神的儿女 好 所以呢 在这里 主耶稣十字架上 已经受了审判 叫我们能够蒙赦免 得拯救 审判的时候 很简单 在祖后三十年 因为历史学家 少算了四年 那么审判的地方 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 一座小山上 称作独楼地 西伯来话叫各个他 拉丁文叫加略山 那么审判者是谁呢 不要忘了 那个地方是人类地球的中心 审判者是宇宙中心的神 神来审判 这经节你都可以去好好享受 然后受审判的是谁呢 受审判的就是代替我们众人罪孽的神之子 神的儿子耶稣基督 他是我们所有信徒的代替 按原则说 他也是所有人类的代替 但是若是人不信入他 就没有被他代替 清楚吧 所以他是所有信入他之人的代替 基督为罪受使 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 他被挂在木头上 亲自担当我们的罪 所以为我们成了咒诅 好叫我们能够蒙愿纳得祝福 审判的根据是什么呢 为什么神要审判我们 因为人触犯了神的公义 圣洁荣耀 所以受犯的神律法的要求 所以犯罪的就一定要死亡 而主耶稣我们死不起 对不对呀 我们一死就完了 但是主耶稣 他有死而复活的生命 他的死解决我们的罪债 他的复活带进我们永生的盼望 那么结局 结局是什么 主耶稣定死的结局是好结局 这个结局就是一起读读看 叫一切信入他的人 不再对神定罪 得着神的称义 不再受神公义的审判 也不致灭亡 反得永远的生命 好第二点 我想有时间呢 弟兄姊妹再好好的来研读这一项 照会的审判 神借着照会审判 犯罪的信徒 这是一个专项 这是一个侍奉者 应该领会的 那这里有很多原则 原则还是要遮盖 这些有罪的圣徒 因为我们的审判 还得在比较啊 保护的底下来做 为了让他 目的不是让他 从此以后就 与妻诀别书 我们也与圣徒诀别书 从此sayonana 不准再来句 不是 目的让他 结出悔改的果子 而好好的恢复 那里所举的例子 是最难堪的例子 保罗说 连外邦人中 都没有这种事 就是他等于是乱伦啊 取了他的继母为妻啊 所以犯了这种罪 是很不堪的 所以保罗说 你们应该把他 从会中中 从教会中磨开 就把他隔离开来 让他自己悔改 知道羞耻 然后等到 哥林波后书的时候 这个人悔改了 哎呀 这个人悔改啊 保罗多喜乐啊 说除了那个 叫我忧愁以外 谁能叫我忧愁呢 不过他 谁能叫我喜乐呢 不过他回转了 你们就赶快 善待他 安慰他 免得给撒旦占的便宜啊 免得他灰心上知 就完全真是绝别 不来了 赶快再迎接他回来 你看 那个心啊 你就知道 前面讲得那么严肃 后面是满带着爱心啊 兄姊妹 我们来摸 教会中软弱的人 我们要满带着爱 目的乃是为了得回他来 我想这个啊 我们就没有时间去花功夫 不过稍微知道一下 审判的时候 随时有需要时 地方在地方造会里 然后呢 受神者犯了明显的罪 不肯悔改 这重点在这 犯了明显的罪 还不打紧 不肯悔改 重点在这里 犯了罪 我们承认 基督徒认罪 是尊贵的 对不对呢 我们认的罪 主就能赦免 但是有的犯了罪 他不肯悔改 他硬 这个呢 就怕他成为教会的加风了 成为一种污染源了 所以这时候 保罗说 要有一点的管制 犯了明显的罪 而不肯悔改 什么罪呢 若有人成为弟兄的 是行淫乱的 贪婪的 带偶像的 辱骂的 醉酒的 勒索的 这样的人 不可与他交往 他说 不是指 你用的注解 不是指 犯某种罪的人 换句话说 不是指 偶尔被过犯所剩的人 乃是指 活在某种罪里 留在某种罪里 而拒绝悔改的人 所以这里的灵 你要摸索 也许他偶尔不小心犯了 但他立刻愿意回转 这是蒙恩的 好 再来 当然这些都是 信了主之后的信徒 他并不是 信主以前的情形 他是之后的事 好 审判的根据 就是这些出笔的罪 然后结局呢 把这二人 从造会中挪开 断绝与造会的 交通 向旧约 使患麻风的 与神的百姓 隔离所预表 目的底下读徒就知道 为了让他回转 他说 这样的人不可与他交往 甚至于一同吃饭都不可 这一面是为了避免圣徒 受他的破坏 造会被他玷污 连累或贬低 但是另外一面呢 是为了使他 因受惩罚管教 而忧伤痛悔 回转过来 不是永远的弃绝 乃叫他灭亡 乃是一时的惩戒管教 为了叫他 多好啊 这个灵哈 然后这一位信徒 若悔改了 回转了 自然造会 不当赦免他 用爱心再接纳他回来 这里的人受了责罚 也就够了 这样的人受了责罚 也就过了 够了 倒不如饶恕他 赶快安慰他 请他吃爱宴了 原来不吃 跟他吃饭 请他吃爱宴一下 对不对呢 要向他证实你们的爱 哦 弟兄姊妹 当我读到这些 我真的觉得何等的喜乐啊 没有谁是神所放弃的人 不要那么快 彼此放弃 如果要放弃 那神早就把我们放弃了 可不死的爱 他永不放我的爱 感谢主 超越我们知识的爱 那第三呢 神管教的审判 是一种爱的管教 不只有甘甜奇妙的爱 也有这个管教的爱 不只有甘甜的爱 也有奇妙 他的守的爱 爱的管教 审判 好 审判的时候 随时 地方 随地 而审判者是谁呢 父神 因为他所爱的 他必管教 他必鞭打 他所收纳的孩子 受审判者是谁呢 犯罪 而不肯自己 审判自己的信徒 不肯分辨自己 那这个跟上面 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个比较 是另外一种层面的 好 那么审判的根据 是父的爱心和美意 那么经节 你读读会很享受 结局呢 叫信徒得益处 免得和世人 一同被定罪 这里 神的审判 是使我们脱去凡俗 圣别生活 过圣别生活 行事为人 是与神与人 都是对的 那么后面那一段说 我们受主审判 神在审判世人之前 就先管教 折打 审判他的儿女 所以 彼得前书四章说 审判 要从神的家 其手 那么这样的审判 管教的审判 很明显的 在大卫身上 是很明显的 那么等一下还会讲 好 第四大点 等一下讲到赦免 还有很精彩的 第四大点就说到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兄姊妹 说到基督台前的审判 这是什么时候 就是等到 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刚刚前面 两种的审判 一种对付罪人 犯罪之人 一种是神管教 环境中的管教 叫你有时候事业失败 叫你有时候身体不好 叫甚至于 发生一点小小 有惊无险的车祸 或者恰到好处的车祸 叫你受一点管制 受一点审判 这个目的 都是神的修正 改正我们 但在这里 那里是我们一生的过程 这里是将来 主再来的时候 一个final的judgment 一个最终的断案 这个是我们基督徒 今天要面对的 耶稣说今天容让我们 没有立刻来审判 来对付我们 但是神并没有真正容让 他要我们趁着 还有今天彼此相劝 常常回转 所以这一段很重要 第四天 一起读读看 基督台前的审判 因为我们众人 都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 那有出来 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受到应得的报应 前两种审判 是为对付并改正 我们得救以后的行为与工作 而基督台前的审判 是最终的决断和定案 与我们的将来有切身的关系 与我们的来生 就是与我们在千年国度里的地位 有切身的关系 今天我们若是随便的过日子 虽然是基督徒 不过前面还要加个字 糊里糊涂的基督徒 到那一天 我们就要接受神在生命上 和工作上的审判 那个叫做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 所以审判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主再来的时候 这些经节你读读看 只等到主再来 他要照出我们暗中的隐情 第二处说公义的审判者 在那日审判得好 要奖赏我们 第三处说主人竟然来 记得吧 那个比喻 神给我们有各种恩赐 叫你去做生意 然后呢 他说不料主人 就是我们的主 竟然来要和他算账 底下那几个字 三小点的底下读读看 那时他要叫我们 把得救以后 怎样生活 怎样服侍主 都向他交账 算个清楚 好请听 这里两个账 两个账本 第一个叫怎样生活 第二个叫怎样服侍主 怎样工作 我们有两本账要交 第一个叫生活账 事实上生活是生命的活出 也是生命账 你的生命长大到底如何 第二个工作账 你我在神面前都是祭司 都是主的仆人 都有公用 但是有没有尽公用 还是把你的银子都藏到地里面 数的恢复在这个点上 很严格 对不对 叫我们在聚会中 人人都能祷告 今天我们吃饭 十几个人吃饭 哇 各个祷告 对有的基督徒就很惊讶 因为你们各个都是牧师啊 你看观念错误 以为只有牧师才会祷告 不 人人都该会祷告 还不要紧呢 人人还要为主说话 哇 人人都是传道啊 应该是 这就是啊 将来要交工作账 事奉账 这个就是今天主的恢复啊 要么恢复到 人人都这样做 一得救 就要面对这两件事 我们生活要改变 不可以信了主之后 还是压压屋 不 越信主 越往前 生活越被主调整 叫人看见 就佩服 叫人看见 就知道你是神家的儿女啊 那所以 这里的算账 主来和他们算账 到了第四点 也是一样 我们一人复活的时候 我们就是主再来的时候 要算账 在什么地方呢 审判的地方 就是空中 你去读读经节 都很清楚 审判者是谁 就是我们的主基督 他在审判台前 要来啊 看我们得救之后 一切的行为和工作 到底是怎样过的 所以将来基督的审判台 就是神的审判台 神不自己审判我们 乃是将一切审判的事 都交给基督 所以基督在那带头审判 受审判者是谁呢 是信徒 我们都要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 然后第二小点说 第二小点在这里说 你们为什么审判你的弟兄 从前翻译是论断你的弟兄 弟兄姊妹 这里要好好考虑 你我可不要随便论断弟兄姊妹啊 论断原文就是审判 你现在天天审判 而且老是做不义的官 审判错误 误解人家 将来神要重新审判 神啊发回耕神 你就惨了 所以我们还是谨慎一点 我们要谨慎 第三小点 我打心心的 就特别重要 一起读读 第四中点 第三条点 一起 所以我们必须严谨的对付自己 改正自己 而谨慎 行事 小心为人 不敢审判弟兄 以被将来 站在主的 开心 向主诉说 而受主审判 好 那么第五中点呢 要加个审判的根据 照前后文啊 这样写比较完整 审判的根据什么呢 是根据信徒的行为和工作 因为圣经明确的说 按着我们本身所行的 或善或恶 受到应得的报应 所以圣经也讲 善恶报应哦 不过这里的善和恶 你就追进去就知道 照着神 照着灵 照着生命 才是真善 不是为善 对不对呢 还有呢 恶 你啊 离开生命活水的泉沿 就是恶 再啊 旧约 耶利米苏 那里说啊 我的百姓 做了两件恶事 我想这两件带头的恶事 一定是啊 罪大恶极 天大丑陋恶事 一讲出来 你吓一跳 第一个恶事是什么呢 离弃 我这活水的泉沿 兄姊妹 离弃神 就是恶事 你说 我很规矩耶 我规矩做丈夫 我规矩做妻子 我规矩上课 我规矩聚会 就是不规矩 对神 跟神之间 关系 disconnect 断了交通了 神说 你想不想看 第二件恶事是什么呢 第一件是离弃 第二件是 为自己 做任何事 都是恶 恶上加恶 哇 这你能不能理会 你我的恶啊 都是 是非善恶的恶啊 神的恶事 离开我就是恶 你我的恶事 我外面杀人放我是恶 但是父母说 你的恶就是你离开我 不理我 就是恶 对不对 有的人在外面读博士 但是对父母 无闻不问 父母看来 不孝子啊 将来就是他做的最高职位了 这十年来都回头不看我 父母多伤心了 他不纪念源头的 阿们吧 所以中国话讲得好 百善孝为先 万 百善孝为先 孝 孤孝 得之本也 圣经也说 孝顺父母 让你再世长寿 因为这是一种源头的原则 不要离开源头 但是这个还是个预表 我们真正的父母 是我们的神 我们要说 主啊让我不离开你 主啊我爱你 为什么参加这个聚会 主我爱你 让我永远连于这个源头 我所做的都是为了爱他而做 真好 所以这里 我们若是这样来看 到哪里了 根据 对 那第二 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 他要在火中被揭露 而且 试验个人的工程是哪一种 底下一起读 我们得救以后 个人为主所做的工作 将来都要在主的审判台前 显露出来 受主火的试验和审判 这是一件顶严肃的事 结局是怎样 我告诉你 通过这个审判 有奖赏 通不过 要受亏损 但是保证 自己还会得救 只是你要经过火烤 要 补课 但是 你还是得救的 所以弟兄姊妹 这个信息太好了 这一点是我们最重要的 你知道 尼托森弟兄 他得救以后 他一生就是这样走 李长寿弟兄 他一生服侍主 也是这样 我们到过他的书房 他的书房 有一张 看起来不太美丽的 却蛮有意义的画 那张画是什么呢 就是很简单一个工程 底下有火在烧 那底下就是引用圣经这段经节 格里多前书这里 说到 我们的工程 都要显露 都要经过火 那么 你若所建造的是草木河街 换句话说凭着肉体 凭着血气 凭着天然人所做的 都要一把火 哇 都烧掉了 如果是金银宝石 就能存得住 金银宝石 也就是凭着三一神 凭着金 神的性情 神的生命 凭着银 神的救赎 基督的宝血 凭着宝石 凭着圣灵 在我们身上的变化 我们天天活在这个生命里来做工 来啊 为人生活 这些要留得住 我到巴西的时候 他们啊 每天都有采甘蔗的工作 甘蔗园啊 你就发觉 到了黄昏时分啊 会突然间 哇 那里烧火了 那个烧火是什么回事啊 就是甘蔗园要把它烧掉 好 明天来搁起来 去压甘蔗汁的 做制甘蔗糖的 那个烧火啊 一把火十五分钟就完了 一大片 几甲的甘蔗园 十五分钟 哇 都烧光了 只留下 留下 有甘蔗枝浆的那一部分 其他草木和街都烧掉了 那时候 我们看这个景观的时候 真是有一个提醒 如果你做的 庞大的不得了 浩大喜功 什么都是做的很大 却一点也没有神的成分 没有基督的救赎 没有圣灵的变化 在神眼中 一把火都光了 所以 你一地中 你一地中这个光 你我也要这样的生活 好不好 我们来唱唱 你一地中这首诗歌 四百六十八首 这首诗歌呢 也是你一地中早期啊 在那里 他很年轻就解释了一首 应该不会过三十岁 二十几岁的时候 出头的时候 二十一二岁的时候 他那时候啊 有一批青年人 一起爱主 而这批青年人呢 印象没有他清楚 他是要走主 恢复的道路 圣经中有的 都要恢复出来 圣经中没有的 都要恢复出去 圣经是我们独一无二的标准 所以圣经里面 没有所谓啊 中派组织 没有地位 而其中有他的同工呢 要被案例成为牧师 他这时候就觉得 圣经没有 他就认为不妥 以至于那六位同工啊 就很气 就把他开除了 把他割除了 他是带头的弟兄 却被他的同工啊 割除了 但是他就学生命的功课 觉得说 如果出于主的 让主啊 来表白 他就隐藏自己 两年之久 去写基督徒报 后来这几十期 两年在马尾那个地方啊 这几十期就成为 很多基督徒蒙恩的根源 你看他没有一点埋怨 他经过火的试验 他就是在这里有一句话 我今每日举目细望 审判台前亮光 他说啊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 我就立刻舒服 对不对 我走宗教的路 我走世界的路 舒服得很啊 对不对 但是呢 我今我纪念 我主耶稣基督啊 如何再次受苦 你看我们若是走啊 这个舒服的路 今天晚上何必坐在这里 耶和华是我的牧者 我还要加一个聚会 在这里坐着 但是呢电视机是我的牧者 我必不至缺乏娱乐 我坐在安乐椅上 他的音他的影 电视机的阴影都遮蔽我 我啊 他的音他的影都遮盖我 我必不缺乏娱乐啊 但是呢 至终啊 你就在那里面对审判台前啊 在那里悲哀 感谢主 我们今天花代价分别出来聚会 就是我们愿意来啊 面对审判台前的亮光 来468首 我们来唱一唱 带着这样的一个灵 我们来看一个青年人 21、22岁就写出这样的诗歌 看见他要讨主的喜悦 但是这个诗歌 也成为我们每一位的祷告 来一起 我若稍微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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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尝微偏离 我若稍微偏离 男友的一个人 的一个人 会给你 我们很少 我若稍微偏离 不是伟大 不是君子通道 我愿从他卑微始终 大人的他称之 我尽每日居目希望 圣满开心点火 与我所有生活统终 那日宝满乃火 让你满去得座名声 付着荣耀了头 让你满去得座成功 赞美从这心路 但我只愿 孤单贫穷在此 是不想伴同我心 欣贤我 可自更重 把庄大人无重 我愿我知道 就在世事 透过的庄与世 我愿意挣扎过他 他往往,只望为他 食杀我的荣耀 我还在将来 即日之多人呐 我绝不肯谢我地主 在此世界互捂 我日我亚的床山面 主要是我美业 今日主既然就此言 我要终心向前 所以最重要的一节 关键的一节 就是第五节 五节 我们一同站起来 用祷告的灵唱 主 谢谢你 把审判的亮光给我们 比如叫我们今生能够在这里接受你的管教 让我们天天有审判台前的亮光 好 叫我们的生活工作那日都能耐火 不是凭着我们天然的观念 也不愿意离弃你这活水的泉源 真是愿意照着您生活侍奉 祝福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对你拔高 不尽每日举目 希望山坛台前亮光 但愿我所有生活工作 那日都能耐火 请坐 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棒的 那么每一个点事实上都有好几篇信息可以追求 现在我们就把第四页 第四大点的最后那个小点 三我们一同来读一下 整齐的读 我们将来在基督台前所要受的审判 并不是定归我们得救或灭亡的问题 乃是定归我们赏识或受惩罚 受亏损的问题 我们得救或灭亡的问题 在基督十字架上的审判 已经为我们解决了 所以我们都是得救的人 但是我们是奖赏呢 还是将来还要经过一些为难呢 审判呢 就看今天我们如何做基督徒 这也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聚会 让我们来更认识主的旨意 好第五第六很简单的 把黑字读读就清楚了 第五基督荣耀宝座前的审判 前四种审判都是关系信徒的 后两种审判乃是关系世人的 一次审判那些活着的世人 一次是审判那些死了的世人 基督荣耀台前的审判 就是审判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地上活着的人 这一个就是主要把绵羊三羊分开 主要根据是这些地上的人 如何对待神的儿女而产生的分别 一种是进入永远的刑罚 一种是进入永远生命的一个范围 那就是要来的千年国度 然后还有一种 就是最后一种 白色大宝座审判 那就所有死了而没有信主的人 要经过这个审判 我们来读一下 第六 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 这是神对人最后一次的审判 以决定他们永远的命运 所有跟着撒旦犯罪的人 第六终点怎么说呢 他的结局 读读看 非常悲惨 结局被扔 第五页第六终点来 结局被扔在火湖里 无论谁在生命册上 不见是记者的 就被扔在火湖里 我们若是真正信神的话 我们要因此战惊恐惧 我要爱我们周围认识的人 尽量让他们有机会认识主 得着生命 有一位风尼弟兄 他很会传福音 特别很会讲地狱的火 听说他讲到的地步 让所有听众就抱着会堂的柱子 在那里很怕下到阴间去 我们好像这一方面的负担不够 这个时代讲地狱也不容易 但是无论怎样 神的话在这里 愿我们真是能够抓住机会 传福音给我们周围的人 好 时间的关系快快进入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说什么 一起读 圣经中所启示的六种赦免 人的第一个难处是在神面前有罪 神救恩你的第一种福分 乃是使我们的罪得着赦免 人第一个难处就是亚当失败 吃了不该吃的 把罪的毒素种进来了 就兵败如山倒 里面一小乱 就天下一大乱 对不对呢 所以那个乱缘 就是撒旦所注入的这个罪性 所以人在神面前有罪 这是难处 但是神救恩里面 第一个福分是什么 使我们得着赦免 这些诗歌我都不能选 太多了 我们寻得赦免 赦免是一个荣耀的诗 这一个点是太好了 那么好 首先六种赦免 一读就知道了 但是要知道赦免的意义倒是很宝贝 兄姊妹读读看 你想想看神赦免我们 这赦免的意思是什么 有时候我们也说 诶景圣啊 你那天得罪我 我赦免你 不过赦免你啊 肚子里说把我挤挤 以后要切记在心啊 否则我到下一回再得罪我 我把这个老账翻出来 夫妻故事最是这样 对不对 好了好了这是赦免你 下一次又犯再赦免你 等到十年后再犯 我把十年老账全部勾翻账 有时候夫妻啊很有意思 突然间午夜梦回啊 太太突然间顿悟 想到你十年来的所有的作为 说悔改都没有真悔改 突然间半夜把你摇醒 起来 不要睡了 你睡得好 我可是三月没睡了 来算算总账 平常都赦免了 这时候都勾起了 这是人的赦免 但你来读读看 神的赦免 让你动容 让你感动 神真是爱我们 所以首先 从原文里来看 赦免的意义是什么呢 消除 离开 忘记 赦免第一是消除 你们这个电脑啊 这个delete掉之后 可不可以再拿回来 还可以 所以电脑不像神 神一delete就没有了 我们那个橡皮夹叉叉 或者是什么弄脏了 反正科学还可以把它还原啊 对不对 但是你知道吗 神啊 他把你的罪 用他的宝血 一洗 消除 找不到 第二 是怎么样 是离开 这个很有意思 就业就是要跟着山羊啊 跟着走 罪归 归山羊 那个阿萨谢乐 很古怪的名字 阿萨谢乐 跟着走了 什么意思 跟着撒旦去火炉了 罪就对付掉了 所以不要老命 忘你的罪 有时候难处就是 我认罪 我认罪 一边认罪 一边还在唱 忘不了 忘不了 忘不了我的恶 忘不了我的恨 对不对 忘不了 神说我都忘了 所以神首先是叫他离开了 然后第三叫他忘记 他有没有圣经经节 都是震撼性的 他说 东边离西边有多远 我让我的罪 你的罪和你 离的远有多远 离的远远呢 但你常常啊 放风针又把它拉回来 你看人真难办 神真好办 然后神说 不止这样 消除了 delete了 还有呢 离差了 还有呢 忘记了 但你就偏偏喜欢唱 忘不了 来读读看 真好玩 真喜欢了 一 免去 神对 神 不再 被定罪 我来读 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流血 替我们受了神公义的刑罚 因着主耶稣的受死流血 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 所以神就能也必定赦免我们的罪 消除我们的罪案 免去我们的刑罚 多好 罪案消除了 我们有时候犯罪的人啊 最怕就是身边身上有个罪案 下过监牢的人 有个罪案 真难堪 找事情 罪案一看 人家不要你了 听众子妹 神真好 对不对啊 就是叫你罪案全消 叫你来的时候 坦然无惧 一张白纸 重新做人 你去思考一下 你会感动 还有死罪离开 蒙赦免者 这就是你去读读啊 这圣经的故事 当立会记 说到赎罪记的时候 有两只公羊来代表 一只公羊代表 为以色列啊 被杀赎罪的 主耶稣在那里担当 还有一只呢 就是主耶稣啊 他罪之肉体的形状 对不对呢 代表撒旦 主耶稣啊 用罪之肉体 换句话说 把撒旦啊 用罪之肉体做预表 把罪归到他身上去 结果呢 就归给阿萨谢勒 这个预表 比较深一点 你要去慢慢讲它 才能清楚 我读给你听听啊 他说 我们立会记十六章 所记的赎罪的预表 告诉我们 要把两只公羊 安置在神面前 一只是为以色列人 被杀赎罪的 归于神 还有一只呢 是背着以色列人的罪 归给阿萨谢勒 罪原来是来自撒旦的 神就把我们身上的罪 全部归到主耶稣身上 因为主耶稣 他有罪之肉体的形象 懂吗 他就为我们担当了罪 叫他自己背负 叫他替我们受了刑罚 消除了罪案 而且把我们的罪 都归还给撒旦 叫他自己背负 然后使我们的罪 离开我们 那阿萨谢勒 就那只山羊 就要走出去 要走到山上去 走回到撒旦的地方去 这是预表 所以底下罪离开我们 来读读看 多好的经节啊 东离西有多远 他叫我们的罪过犯 离我们也有多远 第三大声七倍加强的灵 大声来读 神的赦免也是忘记 我要做赦免他们的罪念 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 试试看 我们要享受神的忘记 我们也要经历我们的忘记 第二赦免的权柄和地位是谁呢 只有神有资格赦免 所以主耶稣是神 所以主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赦罪的根据是什么呢 是宝血 因为第一圣经说 若不留邪 罪就不得赦免 没有留邪 就没有赦罪 而第二点说 这是我必约的宝血啊 是为我们多元挪出来 使罪得赦 主在十字架上满足了神一切要求 因此我们是合法的得谋赦免 第三 第三我很喜欢 来读读看 我们借着他的血 过犯得以赦免 主耶稣的血 是我们得谋赦免的唯一根据 除了他的血 任何的事物 善行 美德 热心 爱心 都不能做我们 罪得赦免的 凭据或根据 那底下 神已经做好了 人怎么配合呢 人分两种 一种叫罪人 一种叫做神人 一种叫做还没有信主 他可以得赦免 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借着悔改相信 这我们已过讲太多了 底下读读就清楚 但是信徒得救了 你还有错 你还犯罪 得赦免的方法是什么 只要你认自己的罪 所以底下说 我们信徒若认自己的罪 罪人得赦免的方法是信 信徒得赦免的方法是认 认 那么第二小点 罪人要得着赦罪的平安 就必须相信 照着神的话 信神已经因主的邪 赦免我们的罪 信徒得着赦罪的恢复 就必须认罪 要向神承认自己的罪 成名自己的恶 所以弟兄姊妹 要做一个认罪的人 大卫说 当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 我的骨头就在我里头哀哼 对不对 我的骨头就什么呀 发 骨头就发痛 是不是 我里面就在里面哀哼 是痛苦的 罪的重担是痛苦的 好 赦罪的范围呢 圣经是说 他就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赦罪的结果呢 这点很重要 有人说 哎呀那太好了 我们基督真变当 早上犯罪 晚上认罪 明天早上再犯罪 后天晚上再犯罪 哇 我天天犯罪 天天认罪 我这时候又有天又有地 又有罪又有爱 哇 我这是最有福的人 不是这样 对不对 你要知道 主给你的生命 是圣洁的生命 这个生命来的时候 你一犯罪 你就不舒服 从前我听说 我脾气很坏 跟人吵架什么都很厉害 而且人骂我一句 我回答十句 他骂一句很毒 我回答十句更狠 但信了主之后奇怪 他骂我一句 我一句也回不出来了 因为没有那个生命回了 这个生命改变了 所以弟兄姊妹 你不要以为 信了主 跟他打完骂完 讲完再回来认罪 你讲不出来 讲的过程就不舒服了 那你懂得主 你就算了 还有你越认罪过后 你就越敬畏他 越爱他 底下第七点 是我非常喜欢的 好不好 我们来读读这个经节 他说什么 在你有赦免之恩 要叫人敬畏你 把这个导读导读 你会很摸着 底下子内读 人是想神的赦免 会叫人胆大放肆 任意妄为 但请你告诉我们 人越得住神的赦免 会叫人越敬畏神 人一想到神的赦免之恩 就生敬畏之心 而圣徒罪恶 你看是不是 你越认罪 你越喜欢圣洁的生命 还有第二点 不止这样 你越是曾经有过错误 许多的罪 蒙主的赦免 你就越爱他 你越爱他 就怕伤他的心 弟兄们 这一段我们来读读看 神赦免之恩 不只叫人敬畏他 更叫人爱他 敬畏是在消极方面 不去做他所不喜爱的事 爱是在积极方面 来做他所喜悦的事 太好了 所以定罪的御法 所不能给人 叫人脱离的罪 赦罪的恩典 叫人脱离 你越再认罪 你越不知不觉 厌恶罪 神的圣洁性情 就进到你里面 底下的话真好 西乃山的定罪 只是叫人怕神 而远离神 各个他的赦罪 才能叫人爱神 而亲近神 这句话真是好 弟兄姊妹 平常我们说 话淡而无味 叫做一个田螺 泡九碗汤 一粒离雷泡九碗汤 我们这个信息是九个田螺泡一碗汤 九粒离雷泡几碗汤 这个是龙汤 我们要慢慢消化 慢慢吸收 求主祝福我们 这是导读进去 你会感动 好第八 说到认识 现在我们清楚了 这认罪根源 认罪的好处 认罪的结果 都有了 现在就赶快看看 认识圣经中所启示的六种赦免 真是一个比一个棒 第一 神永远的赦免 关乎什么 人永远的得救 是因着基督的邪 并借着人的信 简单明了 讲完了 对不对 神永远的赦免 是因着基督的邪 也借着人的信 就永远赦免 就得救了 永远赦免了 就免除 第一个灭亡的审判了 那第二个呢 有一种赦免叫做 恢复交通的赦免 是关乎圣徒和神之间的交通 有时候因着罪 就有着绝缘体 就好像跟电源 有着一个木头插在里面 塑胶片插在里面 就绝缘了 我们有时候犯一点罪 讲一句错话 跟神的关系 马上就有点打岔 这事怎么办 不要灰心 不要退后 要说主啊 把我血遮盖我 立刻你那个啊 就马上啊 接上人头了 所以也是因着主的血 而且借着信徒的任 永远的寿免 也就是永远的得救 是因着主的血 借着我的信 而基督徒的软弱 失去跟主的交通 就好像啊 偷吃了一个糖 跟妈妈不敢交通了 对不对呢 偷拿爸爸皮包里的钱 见着爸爸躲躲闪闪 对不对啊 做儿女的有这个经验 因为故事中间有问题了 这时候不如 爸爸对不起 我错了 请你原谅 马上再见他 坦然无惧 神所设定的 要我们认 你偶尔会过犯所胜 偶尔你会啊 救性发作 对不对呢 你的病没有好不好的问题 只有发不发作的问题 一发作了怎么办 承认 承认说主啊 我就是这么个罪人 不要啊 打落我牙 祸水吞 一人做事一人当 好汉自己做事自己当 审判就审判吧 打就打吧 太笨了 不要这样 你要说 我是堕落过的 我是软弱 我常常会犯错 主啊 不小心 我又错了 求你赦免我 主啊 你再赦免我一下 虽然我知道 我还要再蒙你赦免 但是谢谢你 谢谢你再赦免我 你看 每一次这样认 主都是信实的 那么再来 第三种赦免是什么呢 叫做神管教的赦免 也是叫做政治的赦免 是关乎神呢 在今世管教他儿女的方法 也是借着今世的责打 这事实上就是前面呢 有一种的审判 叫神管教的审判 这个审判可以带来赦免 如果你会在这个审判中 好好回应神的话 他说神的儿女犯罪 有的罪 请听啊 这点很有意思啊 神的儿女会犯罪哦 所以不要那么清高 以为信的主就不会犯罪的 你这个不认识真理 我信主已经啊 三十七周年快到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已经过了三十七周年了 我可以告诉大家 哎呀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还常常亏欠 阿门不阿门 你说吓吓死我了 你也会吗 我告诉你 有一次我在东京啊 见到我们亲爱的前面弟兄 皇贡皇帝兄 我就问皇帝兄 我说皇帝兄啊 哎呀 你信主 服侍主这么多年啊 在东京做工啊 我说你全时间服侍主 最大的收获 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他的回答是什么 你知道吗 我差点当场跌倒 不是跌倒 这段昏倒 因为啊 太惊讶了 他是这么简单 他说皇帝兄啊 因此我全时间 我就少犯了许多罪 你失不失望 当然我知道 他有更多的收获 那这是真心话 因为这样 我们就少了多少的 回避了多少的试探 但他都少犯了 表示还有哦 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办 神的儿女犯罪了 有的罪 是经过向神承认 蒙神赦免 就完全过去了 但是不要忘了 有的却不然 有的罪呢 仍然有痛苦的管教 要随在赦免的后面 这个是宝贝的 大家一起往下看 他圣经中有个最清楚的例子 这也是我最喜欢的例子 常常最鼓励我 就是大卫的身上 他是一个合乎神心意的人 神常常说 这是合乎我心意的人 也是为神所喜爱的人 对不对啊 神那时候气底下的君王 他说为了大卫的缘故 我还是没有把你念 他就是神啊 念念不忘大卫 那大卫何许人也啊 大卫有这么好吗 我告诉你 你看了大卫 是很多的好 却有一种的坏啊 胜过你我的坏 有时候我就怎么软弱啊 我还是跟主导致 主啊 我实在觉得亏欠你 但是主啊 我想起大卫这样快见你 你都还 还悦纳他 主我还有盼望 撒旦就是搞得你觉得你没有盼望 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感觉 撒旦常常就这样 你没有盼望 你比别人都坏 是 你要有这个启示 你比别人都坏 这也是保罗的启示 他说在罪人中 我是罪魁祸首 但是然而我谋掉这恩典 阿们吧 一个蒙光照的人都发觉他是罪魁 但是一个蒙恩的人都可以成为蒙恩的罪魁 所以我们的身份证是什么 不要说罪人 那是在煎熬你的身份证 对不对 我的身份是什么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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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身份 我要给神 我是个罪人蒙主恩 他是合乎神心意的人 为神所喜爱 但他却犯了一个大罪 就是谋杀了忠臣乌利亚 而大战了他的妻子 他这个罪 请听 虽然经过神的责备 他也向神承认 而且写了很好的诗篇 你读了就感动的 诗篇第五十一篇 对不对 然后呢 蒙神赦免了 但是人有严肃的管教 谁在赦免的后面 所以我们要很谨慎 我们是偶尔不小心跌倒了 我们赶快认罪 但你跌得太深太严重 他会有后遗症的 底下又是个例子 犯罪不止叫人有了罪案 罪案可以取消 但也叫人受到犯罪后果的痛苦 所犯的罪案 可以蒙神的赦免 忘记 但犯罪的后果痛苦呢 却不能够免掉 底下例子很可爱 很刺激 就好像一个常常偷吃糖果的小孩 可以蒙母亲的赦免 但是因着偷吃糖果而蛀牙 却无法避免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 我们虽然是蒙赦免啊 一再蒙赦免 一再偷吃 一再蒙赦免 至终蛀掉牙了 妈妈赦免也没用 牙齿蛀掉了 最后就拔掉牙齿 最后就哇哇 讲话也漏风 因为现在还好科学发达 你还可以补上去 所以很有意思 第四 许多神的儿女所犯的罪 虽然蒙神赦免了 但人有管教随着他 或者是身体生病了 软弱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的软弱 我们也知道有神的管制 是不是呢 还有呢 家庭遭遇一些不好 你看大卫就是这样 大卫后来刀剑不离开他的家 哎呀他的家这个很多啊 祸患 我们这时候怎么办 不要埋怨 有什么好埋怨 是我们自作虐啊 本来是不可活啊 那主还说你可以活命 或者事业也受了打击 为了叫你真是依靠他 悔改 物质也受了亏损 因为 但是当信徒 你看啊 这一段最宝贝啊 当信徒受到这样管教时 应该效法大卫的榜样啊 自卑福福 服在神的大能手之下 感谢主 你好好服好好学 到了时候 神必叫我们托你那管教的痛苦啊 这样你学会了 到了时候 主说差不多了 你学会了 我就挪开了 所以弟兄姊妹 我们好好学这个功课 这是比较严肃的一面 这个有很多信息 后面都有 请大家可以去再去追查 那么再来 这一点我是很喜欢的 然后呢 国度的赦免 关乎神在千年国度时 对信徒的惩罚 影响人在来世的地位 有的信徒 一直都不肯 请听啊 我说我这个国度 关系好大 不大 关系什么 有的信徒 一直心里不肯啊 从心里 饶恕得罪他的弟兄 等到主再来的时候 你就麻烦了 他要把你交给掌刑的 受刑罚 直到他从心里 饶恕那 得罪他的弟兄或姊妹 我在教会生活中 三十几年了 我能见证 教会是讲爱的地方 但我也能见证 人的软弱和宅小啊 嘿 教会他有仇家 有的人啊 他就是有仇家 看着他 他就回避 他就在教会中啊 他就是过不去 过不去就过不去 因为啊 教会说 历史太长啊 案卷太多啊 都是忘不了啊 结果都没了 他不要小心 主在这用话 严严的警告我们 如果是你不从心里赦免 将来我也不赦免你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资格 不赦免人家 因为你比人家亏欠主 底下的话 会更清楚一点 这国度赦免 这个点呢 和第六点 是相互辉应的 所以尼托森弟兄 只讲五种赦免 李弟兄变成六种 只要加了第六种 是跟第四种 是相呼应的 第四种是说国度 用国度眼光 第六种是个人 个人今天的眼光 事实上是一件事 好 第五 简单的说一下 教会的赦免 又称作假戒的赦免 凭借的赦免 宣告的赦免 这就是关乎 神儿女们的交通 这个当然就 主要就是包括 教会要接纳 新得救的信徒 收回犯罪悔改的信徒 刚刚说的 那么教会在地上有权柄 所以主说啊 你们在地上所赦免的 在天上就赦免 在地上所释放的 天上就释放 因为天上准备释放 就等着我们有这个权柄 这叫做教会的赦免 是假戒的 是神来赦免 但是借着教会来宣告 这个啊 你可以再去追求 那第六 还是回到第六跟第四 最重要 最切身 各信徒 各人的赦免 来读读看 关乎 信徒 各人 在将来 免去千年国度时的刑罚 这个我希望大家仔细读啊 我知道这篇信息讲长一点 大家强弩之末 来 一鼓作气 第一点 所以主要我们彼此老术 互相赦免 主知道我们容易得罪人 却不容易赦免人 所以圣经多治多亡 恨复我们 赦免他得罪我们的人 免我们 赦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 免了 欠我们债的人 我们要神免我们的债 是根据我们 免不免别人的债 那个债 就是 那个免 就是赦免 真好啊 所以啊 不要小看这个摩擦 这是生命基本功课 到了第二终点 我有话心心了 太宝贝了 大家来看看啊 我说赦免人的事啊 也许在我们看是小事 对不对啊 但是在他看啊 这却是大事 他严重的给我们知道 我们若赦免人 就能讨神的喜悦 想想看 所以要有这个赦免的度量 有的人得罪你了 你要说 好了 等他来认罪 我才赦免他 这个还不够高 你要说 他得罪了 你马上心里准备 主啊 我已经赦免他了 他认不认罪 是他自己蒙不蒙恩 但是我的纯心里 我愿意赦免他 这个度量 你要学 这样你会在教会生活中 过做快乐的肢体 那么底下说 我们如果赦免人 就能讨神的喜悦 否则就难免在国度时代 受他的惩罚 这一段经节啊 最好我们回去 一定要读 不过这里呢 我是很喜欢了 我就请啊 这个我们 这个 苏正茂弟兄 读一读 读得生动一点 像讲儿童故事一样 读得生动有力 给我们享受一下 来 诸天的国 诸天的国 好比一个做君王的人 要和他的奴仆算账 有人带了一个欠一万 他连得引子的来 主人就动了慈心 把他示范 并且免了他的账 读得没感情 不像苏正茂 他烂大奴仆出来 阿们 他变成一个和他同做奴仆的 对 你们后欠他一百银币 阿们 变成 揪住他 掐住他 揪住他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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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句说欠的 都要常怀 阿们 只是主人把他叫来 对他说 你这恶福 因你要求我 我就把你一切所欠的都免了 阿们 你岂不应当怜悯和你同做奴仆的 向我怜悯你吗 阿们 主人就大怒 把他交给掌刑的 直到他还心了一切所欠的战 阿们 你们个人 若不从心里赦免你的弟兄 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 这个经节我告诉你 这段话我读了 我影响我已经二十几年 所以在教会生活中 我能见证 我是一个快乐的肢体 因为我没有什么仇家 我也没有什么冤家入宅 大家都知道 再过不久 我会离开酒会所住在这里 以后我是住到新竹 但是我回头 雇酒会所跟食物会所 所以我们每一个月 还会有一次 两场 每一个礼拜 每一个月的第三周 弟兄们要我再回来 下午做侍奉系列 晚上做生命或生活系列 但是呢 什么意思 我说虽然换来换去 感谢主 我一想到要去新竹 哇那里有小倩 小倩今天来了没有 小倩在那里 小倩妈妈来了 小倩在那里 我就很高兴 还好我跟她不是冤家 冤家入宅就惨了 感谢主我们呢 是在主里彼此相爱 我问到哪里 我们就喜乐 这一段话非常简单 但是非常光照人 叫你真实好好读的 你改变了 人欠他的只有一百银币 而他欠主的是多少 一万他连德 你去算一下那注解就告诉你了 差别是万分之一啊 还是百万之分之一 反正百万分之一 小小的数字 你欠我才六块 我欠你才六块 你欠我才六块 我欠神六千万 结果呢神说 好你免了 我说你给我拿来 不拿来我今天晚上不让你过去 神听了 气死了 他说你什么意思 你欠我一千六千万 我全免了 他六百块六块钱 你吹逼圣井啊 你什么意思 好你给我管起来 神气啊 所以读到那你就会惧怕 你会说主啊 愿这样的观念改变我 任何人欠我们 丈夫欠你 不要以为那么罪恶不 大恶不赦啊 太太啊欠你 没有不共戴天啊 不要这样想 最多几百银币啊 阿们啊 我们欠神的那才恐怖的 你好好这个蒙恩啊 你人生变了 我们欠神 这个话改变我的人生 所以我今天我是一个快乐的人 我真觉得何本喜乐 好第三 有的弟兄姊妹 虽然赦免了他 得罪他的人 这段很有意思啊 弟兄姊妹啊 虽然赦免了他们的人 并没有像神那样 忘记人的过错 所以讲道王子 师不真就说过一句话 师不真地后说 有的人赦免人啊 就像埋死狗一样 死狗是埋下去了 但是还留一根尾巴 尾巴露在那里 幻想说师狗 故意埋不深 尾巴露在那里 看到那个尾巴就知道 你得罪过我 所以有时候我们赦免人 还留个记录 所以有时候就说 那个你还记得吧 提醒他 提醒他 这一下前功尽弃 要做就做漂亮一点 所以最近有一句话说 不要一定在教会中搞得你死我活 要操练 我死你活 死在我身上发动 背十字架 生命在你身上发动 成为众人快乐的泉源 第四一起读 不赦免人 虽然不会叫信徒在永远灭亡 却能叫信徒在千年国度时受惩罚 要在将来国度时免去那种刑罚 就必须在今天从心里赦免人 真好啊 所以我们看看赦免多宝贝 首先看见赦免的定义 神是让我们忘记 而且神是忘记 神是消除 神也是让他离开 今天神跟我们之间是这样 我们和弟兄姊妹之间 和我们亲人之间也要学习这样 这样我们都要成为蒙恩的人 我们免别人的债 主就免我们的债 太好了 这些人还没有来说对不起 你已经免他债了 这才是真正生命的救恩 好再来 第丙一起读 圣经中所启示的六种得救 得救就是得着神的救恩 好 得着神的救恩 这个救恩瓜葫要连到前面 就是得着神的救恩 这五个字 六个字都要引进去 是什么 就是得着神的救恩 这些救恩包括什么 我来读 所以一个人得着这一切 在基督里的属天福分 就是得救的人了 但是神在圣经里面 说到我们的得救 最少又分着六种 所以如果不分清楚 就会感到迷迷糊糊 对不对 有时候基督徒 得救得救讲很多 讲了半天 搞不清楚 到底什么叫得救 很多兄姊妹朋友带来 他都信了 他都祷告了 他都跟你聚会了 你老是说 他还没有得救 每次聚会就宣判一次 他还没有得救 我听得很不习惯 我说你真理不够清楚 他呼喊主名没有 呼喊了 他承认他信主名 承认了 他得救没有 从一面说 在神面前 他得救了 而且你要一直讲 他得救 他就真得救 这个得救是第一面 永远神面前的得救 当然还有一天 我们知道 他还没受尽 还没有受尽 是还没有在人面前得救 所以不要老是宣告 他没有得救 要说他得救了 只是还没受尽 所以在人看起来 还没有得救 或者在人面前 还没有得救 这有讲究 这是第二种得救 所以第一种得救 来我们来读读 一二三四五六 一路读下去 还有得救是天天 你有各种软弱 发肉体 神叫你肉体中得救 你在那里发脾气 神叫你呼喊主名 得救 天天得救 有时候你在患难中 对不对 我们明天得定 用骑摩托车 突然间遇到个大洞 砍撞下去了 怎么办 哦 主耶稣啊 一喊 摩托车 圣经包跟人分三篇 完全无伤 摩托车还在发洞 骑了载轴 得救 这是为难中得救 就像保罗在最危险的时候 得救 就像戴伊犁 在狮子口面前 得救 这是为难中的得救 基督徒也常经历这个 阿们吧 然后还有一种得救 是啊 身体的得救 这是将来的事 还有一种得救 魂的得救 这也是将来的事 来 我们一起一口气 读这六种得救 一 在神面前的永远的得救 是在我们一信主的时候 就得着的 二 在人面前的得救 也就是受尽的得救 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 第三呢 天天的得救 是在每天的生活中 活出我们所得着的救恩 也就是让人看出 你住在基督里 让你靠着恩典 你活出那人性的所有美德 神性的所有丰富 那么第四 患难中的得救 或环境的得救 是在患难中 在环境的难处中 神所给我们的拯救 第五 身体的得救 第六 魂的得救 这两个 最后再看就行了 好 现在切身的是 前面这四个 第一个 在神面前永远得救 弟兄姊妹 你得着了没有 你相信了吗 相信了就得着了 在座万一还有人 我还没有相信 赶快信 一信就得着了 有没有 因为这一信 我们就从罪虐的审判 律法的咒诅 死亡的威胁 地狱的刑罚 撒大了全世纪下 底下 拯救出来 也使我们的过犯 得蒙赦免 罪虐 得蒙洗净 得了称义 成圣 与生很好 重生 永远生命 灵点火 等等等等 这一切都是本乎 恩 也因着信和人的行为 无关 经济很丰富 这种得救 我们得着了 第二种得救 在人面前得救 所以前面有一篇信息 叫做受尽的争议 我很高兴 有的人因着那篇信息 赶快受尽 弟兄姊妹 你若认识了 你虽然信了 你就得救 但是除非下面的强盗 信了就死了 就到阴间 就不必受尽 只要你还要活在地上 你要在人面前 显出得救的光景来 你要受尽 你要经历 更深一层的得救 就是在人面前得救 也就是受尽的得救 读读看 一 一个人光是相信 没有受尽 在他里面 虽然有了永生 但是在世人眼中 他还不知道 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第二 他必须起来受尽 宣告他是一个属乎主的人 人才能知道 他是一个得救的人 是一个从世人中分别出来的人 所以一个受尽的人 就在公开 在神面前 世人面前 撒旦 魔鬼面前 做见证 我是神的儿女 所以受尽之后的人 你到公司 自我介绍 不要介绍这个介绍那 就忘了介绍最重要的 到了班上 到了部队 也是一样 我一到部队 我永远记得 我一上台 我一介绍 还没介绍完呢 就有一位说 他是基督徒 还有等到人家唱军歌啊 马上有人说 请他带 因为我在教会中 看过他带诗歌 你看 一下就被分别出来了 但我也很乐意 一上台啊 就签上一首诗歌 告诉人 我是基督徒 好处多多耶 他们要做坏事了 你看军人啊 到了那个 没事做坏事 赌博 一赌博 我来了 哎呀 耶稣来了 他们不要做 哎呀 他们有时讲一些话 我一来 哎呀 这个耶稣来了 我们不要讲了 我们不要讲了 你看 多蒙保守啊 这叫做受尽的果效 也就是公开见证的果效 我们到哪里 把这招牌亮出来 我们就要 多蒙保守 那第三 我们的得救 还要切身 天天 时时刻刻 在每天的生活中 活出我们所得着的救恩 就叫得救啊 所以菲律比二章十二节 有一段很好的话 说什么呢 就当恐惧赞成 赚金 做成我们自己的救恩 我们一信主的时候 就已经得着了神的生命 但是我们在生活上 就要活出神的生命来 要天天顺服神 在我们里面的运行而活着 这是需要一天过一天 恐惧赞金的活出来 那弟兄姊妹 我愿意在这里加一句话 你想要恐惧赞金 活出神里面的运行 必须先做一件事 做一个复兴的人 做一个沉兴的人 做一个五星管星的人 做一个全人大复兴的人 换句话说 每天吃喝 每天连鱼煮 让主充电 你才有电力做见证 否则 电力不足的见证 很痛苦 有没有这个经验啊 电力不足的刮户刀 很难用 电力不足的电灯 电灯 电筒 电灯笼 也很不舒服 电力不足的汽车 开起来也很痛苦 阿伯伯们 所以啊 电力不足的基督徒 真痛苦 就像打球啊 那个皮球没有气 篮球没有气的篮球 打起来真气人 对不对 基督徒没有气 真难过 怎么办 打气 怎么办 复兴 天天要做个 成心五星晚星 全人大复兴 自然神的运行运作厉害 你照着他何等自然 成于中 成于外 好 希伯来七章二十五节 一起读 那借着他来到神面前的人 他都能拯救到底 因为他是长远活着 为我们带球 这位主今天呢 在神面前为我们带球 我们在天天的生活中 蒙保守 而且蒙拯救到极点 一直等到他来的日子 底下这一点也很好 弟兄们 我们的试探多一点 我们来读读底下 好不好 主还要我们天天祷告 求神拯救我们 脱离那恶者 撒旦天天在试探 引诱攻击 陷害我们 所以我们天天需要主 拯救我们 脱离他 所以每日都要警醒 求主救我们 脱离那恶者 脱离凶恶 好 第四 不止天天 这里没有细节讲 否则还有脾气 肉体 天然世界 你要从这里得拯救 然后更是我们需要的 从患难中得拯救 环境中得拯救 是在患难中 得神的救恩 第一点保罗说 他曾拯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 保罗和同工们 曾经在那里 亚西亚那里 被压胜重 力不能胜 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学了 记得吧 他说四面受敌 却不被困住 打倒了 却不致死亡 记得他有一次在一个地方 被打了 都已经人以为是死了 拖到城外 圣经说 他又爬起来 又回城去传福音 要我爬起来 赶快到医院验伤 回起来赶快去静养一下 和我惊吓过度 他没有 他命如坚持 他真是刚强啊 因为他经历这个救恩 好 第二大点说 诗篇三诗篇七节 真好的一段话 一起读 耶和华的使者 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安营 搭救他们 神要叫他的天使还要 安营在敬畏他的人 视为 在完整中 搭救我们 脱离混乱 这种见证太多了 实在是没有时间了 否则我们可以做很多见证 还有福利比一章十九节 更宝贝了 他说 这是借着我们的祈求 兄姊妹 要脱离这些 不要忘了 要做一个祷告的人 在神上奥秘的范围里 祷告奥秘的神 神就要给我们奇妙的保守 他说 很简单 就是将来 我们这样的赢物拯救 神的拯救是灵魂体全然的救恩 今天信主之后 灵得救了 永远解决了 但是呢 我们的身体啊 还是见旧见衰 像今天我就是脖子扭到 不过好像到现在还难蒙拯救的 讲的还算顺 但是呢 无论怎样 身体在这里啊 渐渐朽坏 请读黑字 这里说什么 身体的得救 这是在主再来的时候 我们旧造的身体要得赎 进入新造的荣耀 更要改变形状 与主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 我想有时间往下读读 你就知道 今天我们有盼望 将来我们的身体要得赎 主来的词 我们身体可能要渐旧渐衰 外面的人虽然渐渐毁坏 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里面的人 却一天心事一天 可以天天增长 那么到有一天主来的时候 我们的外面这个身体 就要改变形状 得着荣耀的身体 真的吗 所以种下的是悲见的 所以长出的是荣耀的 所以这样种下的是渐旧渐衰的 所以长出的是永不败坏的 保罗在那里说到这个故事实在是很有价值 所以弟兄姊妹 这是我们的盼望 不止灵得救了 我们的身体有一天也要得赎 不止这样 灵得救 身体得赎 那还有魂呢 魂呢 将来还要得着魂的救恩 叫我们的魂得救 这就是在国度时代 我们要因作今天舍弃魂 舍弃魂生命 我们今天要背起十字架 弃绝魂生命 否则极 对不对呢 舍弃魂生命 来跟随主 你看 照着魂生命 我若稍微偏离正路 我要立刻舒服 对不对 偏离正路好好给你吵一下 痛快的很 肉体放纵一下 偏离正路好好打个麻将 打他三十六圈 最后多加两个圈圈 很远圈 很快乐的很 你肉体舒服 但是你里面受捆绑 对不对呢 所以啊 我不能偏离正路 我要怎么样 我要盟主保守 今天我们就要弃绝魂的享受 对不对呢 我们去看望 很辛苦啊 有时候遇到野狗乱咬啊 有时候看到野人乱骂 对不对啊 开个门啊 甩你门的也有啊 甩你电话的也有 你受尽羞耻 但是不要以孤音为耻啊 因为你这样为主舍弃魂 主说将来 你要得回魂的享受 你要在魂里得救 你要成为与主做王的人 这一段是蛮好的 说到我们今天 为主稍微有点受苦 不要为难 要知道这个受苦是有价值的 所以底下说魂的得救 得主我们信心的果效 结果就是魂的救恩 第一点稍微读一下 我们人是分灵魂体三部分 所以我们的得救 也是这三部分的得救 第一个我们的灵的得救 信主就有了 身体的得救 主再来改变形状就有了 但是我们魂的得救一起读 乃是今天肯出代价 否认己 丧失魂生命 背起十字架 再进入千年国度 与主一同做王 得主赏赐 叫我们的魂 与他一同享受国度的快乐 所以很多这种经节 主耶稣说 凡是要救自己魂生命的 就要丧失魂生命 凡为我丧失魂生命的 就必要得着魂生命 我想这些信息啊 我们会归到生命的系列 到了生命系列 我们要细细的来看怎么做 弟兄姊妹 不要以为这是苦的事 在主里这是死的事 死就带来复活 这个生命会叫你啊 胜过这一个 不为难 反而你在这个里面啊 你摸着复活的大能 今天就有回馈 今天就有享受啊 所以底下这些话 都是很宝贝 实在是碍于时间啊 不能读 每一句我们引出来 都是很宝贝的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卑识之下 跟随主的人 虽然魂今天感觉痛苦 但将来我们要得着我们的魂 第三终点一起读 因为第三大点一起读 凡为我和福音丧失自己 以魂生命的 必救了福音生命 你看啊 这里说为主和为主的福音 为主和福音 常常是相邻而不能分开的 为主就是为福音 为福音就是为主 阿们 所以见的人 传一点福音吧 为主 不要管他的反应 先讨主的喜悦 底下第二点 星星一起读一下 无论是为着主 或为着福音 在今天牺牲我们魂的快乐 魂的生命 都要叫我们的魂 在将来国度的时候 得着特别的快乐 这是与主一同作王 在荣耀里享受主的快乐 阿们 还有盼望 主的话安定在天 主的话说了必定应验 所以底下大字我们就读一下 凡想要保全魂生命的 必丧失魂生命 凡丧失魂生命的 必与得着存活 底下都是解读 第五 在一起读 所以你们寄托去一切的污秽 而敌人的读 就该用温柔 领受那栽种的话 就是领受你们魂的话 你看又是叫魂得救 所以魂的得救和灵的得救 是不一样的 灵的得救是不要我们做什么 只要相信就好了 接受就得着了 但是关于魂的得救呢 却需要我们在行为上 脱去一切的污秽和邪恶 就是要你背诗之架 弃绝肉体 然后又要存温柔的心 领受所栽种的话 至终就来到了彼得后书那一段 最宝贝的话 有了还要加上 有了还要加上 先有信心 然后你栽种 再加 再加 生命就长到的地步 就丰丰富富的得着供应 进入主的国 就是和主要一同做王的荣耀 第三小点一起读 这样你们就必得着丰富充足的供应 以进入我们主和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魂的得救 就是整容整救 进入主 救主 耶稣基督永远的国 太好了 十大业 我们竟然把它赶完了 因为今天 和本喜乐 给我们看见六种审判 第一个审判 就叫我们有盼望 因为落在主耶稣身上 带下了救恩的根源 其他审判 都是为了挽回我们 愿我们轻不重看 不轻看重看 然后第二赦免 我们一个蒙赦免的人 也学习赦免别人 这样叫我们将来蒙福 第三叫我们一再的得救 借着信永远得救 然后借着受敬 人面前得救 借着天天呼喊主 名导夺主 天天得救 借着急切的祷告 安中的保守 从患难中得救 然后有一天 身体蒙六熟 得俗 得救 改变形状 至终 今天我们要花一个代价 弃绝浑生命 不照着肉体活 不天天发肉体 我背起十字架 我使你活 对不对呢 叫我成为祝福的源头 让我爱而不受感待 让我试而不受赏识 让我尽力而不被人记 让我受苦而不被人堵 道出生命来 使人得幸福 舍弃安宁来 使人得舒服 你看这个是什么境界 背十字架 致死浑生命的境界 最终你让所有人 都在复活里 你蒙福了 你今天舍弃你的安宁 你却带尽众人的喜乐 你舍弃自己的享受 你却有份于将来 千年国度里的享受 这是神的话 愿我们都对神的话说 阿们